健康一身轻 越看越年轻 大家好 大家在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欢迎您关注我们健康一身轻的抖音号 和我们随时留言互动 节目最开始我们依然还是进入到热门视频这一个环节 我们看一下网友孤正通过健康一身轻的抖音号 给我们发来了一条视频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五秒钟就能猜出你的心脏能力 像我这样握进拳头五秒钟后 然后把手松开 如果在三到五秒钟之内 手掌白色的部分马上消失 指尖也很快变红 说明你的心脏血管弹性很好 血压也正常 如果超过五秒才能恢复 说明你的血管弹性可能不太好 应当注意是不是有动脉硬化 或者是心脏更一些功能等问题 如果还伴有手指发凉 说明你的血压可能也有问题 类似这样的视频原来我也看过 比如说你用拳头握紧食指五秒钟之后 然后打开 如果说这个指尖血回得很迅速的话 那就说明你的这个回血的速度是不错的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准不准 像我在这个直播间里已经冻成这样了 我感觉我这五秒是回不来的 曾老师这个准吗 这种测试 这个只能说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握拳之后 就我们所说的握拳实验 它是能反映你局部的这个血流的状态 那它对心脏的这个情况只是一个非常小的反应 像你说的这种我们寒冷的情况下 那个血流的速度就会慢了 本身寒冷的时候离心血就少 是吧 它这个血流速度减慢了 所以它这个像它充盈的时间就会减慢 这个视频呢 后半段还有一个关键点 如果说这个食指你摸起来之后 握紧拳头松开 然后发现它冰凉 说明你血压有问题 如果要是说确实是血压低的话 会使我们的这个贯注会明显的减少 那么就会导致我们确实这个血流啊 末端会发凉 但是呢 这个不能是完全用这个来判断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情况 实际上我们有一个 疾病叫雷诺氏综合症 表现的就是血管末端的这个状态 比如寒冷啊 受刺激的情况下 那它就会出现首端的末端的发凉发白 然后呢 甚至是红肿这种发紫啊 发红的这个情况 在这个实际上呢 它可以是鉴于一些动脉硬化呀 也更常见的是结体组织疾病 这是反映我们这个外周动脉的一个情况 但不能完全反映心脏的一些情况 好 接下来进入到抽出你的问题关节 看看大家伙这个问题的关键词 针扎一样疼痛 来看看这位伙伴 冉冉 我经常身上会感觉到不同的地方 像针扎一样疼 这个疼呢 几下就好了 这两天脚面像针扎那样疼 过两天心脏像针扎 刚扎皮肤一样疼 这咋回事 我出门诊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朋友 就是因为这个来就诊的 那实际上它这个表现 一般都是几秒钟 像针扎痛 一般来说心脏不是这样的疼 这是一个什么疼法呢 一般都是一个神经痛 所以我们有一些心脏神经关重症的病人 也会表现这症 通常不是心脏病 好 我们来看我们的网友 半生源 他的问题是他说他的左胸和左侧肢体使不上劲 失了塑效救星丸才有用 而且呢有时候说不上来就像是静卵 又像是针扎 总之是特别难受 他说他这是心脏病吗 一般都是在早期的时候是会 劳累的时候出现的这种胸闷啊 胸痛啊 然后呢 我含了药之后很快就能缓解 我们劳累的时候出现胸痛 可能时间很短啊 几分钟就会缓解 但是如果说这位朋友像他说的 我又有针扎一样的痛 然后我持续时间又是非常长 跟活动关系也不大 那你就要进行区分了 它可能不像是真的心脏病的 心脚痛的这样一个疾病 得天毒后说我一生气 就心脏跳得特别快 很害怕那种感觉 就砰砰跳的 然后呢就是左后背 针扎样的刺痛 心里不气了 疼痛也就消失了 如果还很疼的话 就在门框上 很暗左后背 这样就缓解多了 我这是心脏不好吗 应该不是典型的一个 心脏的疾病的表现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情绪激动的时候 胶感神经兴奋 那么他会心率真快 血压真高 这是一个生理性的 那包括像我们刚才提到了 这种真次样的疼痛 很多都是一个神经痛 如果他只是后背一个神经痛 而且我们局部 像他说创一创 压一压 他就好了 他可能是更多的局部的一些 损伤老损 而不是一个真的心脏病 我们真的心脏病 严重的时候 他都不敢动 一翻病的时候 他就会马上休息下来 这样他才会缓解 我们再来看这位网友 他说我今年45 我从小就偶尔会有胸口 针扎样的感觉 滋滋的疼 我这不是要得心梗了吧 针刺样的疼痛 如果跟活动劳累都没有关系的话 尤其是他非常年轻的时候 我就开始有症状 一般来说 他不像是一个真正的心脏病 而像是一个神经痛 好 你看 这个叫偏偏解的 我一般在熬夜的时候 半夜突然疼醒 这针扎的剧痛 就不能动 想翻身 感觉像重物压在胸口 不敢大喘气 然后静静地躺几分钟 才能缓过来 这个不是心梗吗 针扎样痛 我感觉都不是心梗呢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请邹老师回答偏偏解问题 健康一身轻 下节更精彩 我儿子最近尿尿呢 刚开始一点点是 牛奶样乳白色的尿 上网查说是丝虫病 极其极其罕见 照操过度能横温肌溶解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身轻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身轻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这里是健康一身轻 欢迎大家在收看 我们节目的同时呢 也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和抖音号随时与我们联系 今天到现场 为大家传递靠谱知识的名医朋友 是老朋友了 来自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生间医院 新内科主任医师 邹德林医生 欢迎邹老师 欢迎邹老师 大家好 你看啊 这个叫偏偏解的 我一般在熬夜的时候 半夜突然疼醒 挣扎的剧痛 不能动 想翻身 感觉像重物压在胸口 不敢大喘气 然后静静地躺几分钟 才能缓过来 这个不是新疼吗 这个就是我们出现这种 夜间的凶梦 持续时间又是非常长 如果没有诱因 我们确实如果要是 它有危险因素 比如说有高险 有糖尿病啊 然后有这些血脂膏等等 那么一定要小心 它是不是新疼 但是如果说 它没有一些基础的疾病 而相对来说又比较年轻 又出现这种挣扎的疼痛 一定要注意一下 有没有其他的情绪的一些因素啊 一些功能性的一些疾病 乐逍遥 这位朋友说了 我今年66了 有高血压和糖尿病 以前得过脑梗 最近总觉得胸口 像压了个大石头 闷闷的 但是呢不是挣扎疼 我这是咋的了 这种有基础疾病的 然后又是年龄比较大 那么确实是我们 惯心病的高危的人群 尤其是他说的 就是这种闷闷的不舒服 实际我们典型的心脚痛 就是这种闷痛 如果要是说 它都跟活动没有关系 我休息的时候 就出现了闷痛 其实这个通常 病变比较重了 血管狭窄 一般都得是超过90%左右 才才会出现那种静息的疼痛 一定要及时去就医 接着来进入到 热门视频变一变 那个环节 我们看一下网友小冬 我们发来的 这条有15.2万点赞量的视频 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全网都在传啊 说体检的时候发现什么 心脏脏脖 这些大多数都是良性的 也不用吃药 也不用去看医生 调整好心情 怎么怎么样就好了 脏脖 咱们来说我正常心跳 咚咚咚咚 是吧 脏脖就是那个 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 是吧 但是我记得 那个邹老师在拿鼓 还敲我 是吧 确实脏脖啊 就是像刚才我们储君描述的这种心率不齐的这样一个表现 它是正常我们心脏是规律跳动的 早波嘛 就是提前的波动 它提前波动之后 一般后面都会有个代常间歇 所以很多人的表现呢 就是感觉有跳得不齐 然后同时呢 还像有偷停 那么这个可以建于咱们正常人 也可以建于气质性的疾病 如果发现这个心脏脏脖 只是去调整心情来改变的话 会不会容易耽误事呢 确实是这样啊 就是我们如果要是说 是由情绪紧张啊 然后休息不好啊 你这个调整好了之后 这个早波 它可能就没有问题了 但是呢 我们一定要区别对待 它有没有基础心脏病 如果要是有比如心梗啊 心衰啊 有这些气质性病变的 那么这个早波一定要去就医 然后去咨询这个医生 因为对于没有气质性心脏病的病人 可能这个危险不大 不是特别多的 但是如果要是说 即使是没有心脏病 你如果早波特别多 我们要有个数量 比如说我们做动态心电图 你超过10%以上的这个心率 都是这种那个早波的心率 那对于心脏还是有影响的 这个也是需要处理的 单纯调整情绪是不行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 可能很多朋友都跟我有一样的问题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早上很忙 然后没有时间吃早饭 但是呢我就空腹喝了一杯咖啡 然后这个心脏就受不了了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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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跳 这算不算是早波 或者说咖啡会不会引起早波 比如说像咖啡 饮酒和浓茶 这些物质是 它会引起我们心脏的这个兴奋 兴奋性增加 然后会出现早波 也会出现像我们说 咚咚咚光是跳 如果你是只是说跳 但是它很规则 更常见的是一个斗性的心动过速 这个是咖啡性的 这种兴奋性的物质 是可以导致的 尤其是空腹喝 所以说我们对于 有心理失常的话 我们都建议它 避免刺激性的物质接触 好 来来来 接下来进入到随问随答环节 抖音的直播间 和公众号留言的朋友 太多想关于心脏的问题 想了解了 网友如果 我就是整天心脏难受 站不住 心慌 一活弄心跳就特别快 这咋回事 你到底是有没有基础的问题 如果你说是很年轻的 然后就出现这个症状 那么我们没有其他的 这个冠心病的 或者是我们基础心管疾病的 危险因素的话 考虑到有一些功能性的问题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 也经常能遇到 这样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我压力大 休息不好 然后你熬个夜 这个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如果要是 有的气质性疾病 或者尤其是 已经有心脏病的病人 那么我们出现了这个症状 我们就要及时去调整就医 网友欢喜呢 刚好跟刚才这位朋友是相反的 他说呢 我是越运动越舒服 不运动就有点胸闷 这是不是说明心肌不缺血呢 这个血管是不是没有毒呢 这个我们临床有一个实验 叫运动实验 运动实验是什么呢 就是骑直行车呀 跑平板啊 然后同时去做心电图 然后呢 通过在运动的时候 才看你这个心肌缺血的情况 如果我们运动的时候 你都没有症状 通常代表你的心脏的储备能力是好的 我们知道我们运动会产生多巴胺 会让人兴奋 然后让人心情很好 所以有的人不运动 反而他就不舒服了 那么一运动之后呢 他这个症状就好了 通常这个没有气质性的问题 所以说明我们是比较健康的 我们这位网友叫不知道名字 他说他做过心电图根彩钞 他没有多大的问题 但是他为什么总是感到 这个呼吸困难呢 上不来气啊 他甚至还觉得心慌有冰死感呢 真的是有很多这样就医群体 学生十几岁的孩子 一直到老年人 都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症状 那他实际上是什么呢 有一些我们叫功能性的疾病 就是神经关灯症呀 然后包括我们这些焦虑紧张 情绪的问题也会导致一个症状 当然我们首先要诊断这样的疾病的话 一定要除外他本身 有气质性的心脏的病变 就是我们有一些情绪的问题 也会躯体化 那么也会表现的相应的 这个心脏的症状 但不一定是气质性的病变 再来看这位叫做前生的网友 他说我有时候弯腰捡东西的时候 会突然心跳得很快 深呼吸再憋着气会恢复正常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最近这一次呢跳得快的时候 憋气一开始都没有恢复 头还晕了 憋了好几次才恢复 我有点担心是不是病理性的心脏问题 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表现的 还是真的是像我们临床的一个疾病 叫振发性的时尚性的心动过速 那么这个呢就是突然这个弯腰活动啊 他就会诱发这个心慌 那么这个心慌发作的时候 我们去教各位朋友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办法 去数脉搏 正发作的时候 你数一下脉搏 掐一分钟的次数 我们知道我们正常的心率是60到140 如果说你一摸一分钟 他跳得非常云齐 然后150 180 你甚至都数不过来个 那么这一定提示他是有问题了 尤其他提了一点是啥呢 我一憋气就好了 这个实际上我们这个憋气 他是就相当于刺激弥走神经 他就能增值这种心动过速 通常一般都是时常速 所以这个一旦要再发生这个情况 如果持续的时间够长 一定就进去快速去做份心电图 就能抓到他是不是有心率时常了 这个疾病是可以通过 射频消融的办法来根治的一个疾病 那我这网友叫穆阿 他说吧 他做了一个检查 血管堵的70% 需不需要这个做支架 会不会兴得 这个可能是很多 我们有这个关心病的朋友 关心的问题 那么确实对于血管堵塞比较严重的病人 如果说他这个部位是大血管 血管的近端 一旦发生这个狭窄了 发生了斑块破裂 会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大面积的心梗 需要处理的 如果是远端的小的 末梢的这个血管的堵塞 或者是非常细的一个血管的堵塞 那么我们可能不需要下支架 但一定要用药来防止这个斑块的进展 我们通过他丁类的药 降止药 然后包括控制这些危险因素 可以让我们这个斑块稳定下来 即使你这个血管狭窄70% 如果我们长期的用药 让它斑块稳定了 这个斑块不破了 你就不会发生急经的事件 就不会发生心梗 今天的名义朋友 是大家的老朋友了 来自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圣经医院 李德天老师 欢迎李老师 欢迎 好了 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是抽出你的问题 看看大家伙 提问题的关键词 有哪些妙色 网友小小王说 我闺蜜今年22岁 最近不是流行 跳本草钢木吗 又操 跳了几天 小便颜色成可乐色 就觉得害怕到医院 结果是恒闻肌溶解症 现在已经治好了 但我一直挺疑惑 跳操过度能恒闻肌溶解 对啊李老师 我们都知道 就是吃小龙虾 如果说吃过量了 容易吃出来 恒闻肌溶解症 那就跳操 跳过量了 也能有这个病吗 这个可真是常见的问题 无论是跳操 还是其他的运动形式 剧烈的运动 只要用到大块肌肉 剧烈运动的时候 都容易产生 恒闻肌溶解症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当我们剧烈运动的时候 肌肉是豪能的 豪掉了糖和能量供应 它就变成一个无氧的 三缩酸循环状态 那么在这种状况下 肌肉能量供不上 就产生了肌肉的溶解和坏死 而且呢 和运动量有关 和这个人的当时的状况也有关 临床上我见到一个非常特殊的病例 两个人打架 这个人去拉架 你说打架的和拉架的谁更实力一些 打架使劲 打架的没事 拉架的和温肌溶解 急性甚衰了 所以跳操也好 其他运动也好 讲究一个循序渐进 下面这位网友叫做初心 他说 我最近尿尿的是深黄色的 是上火了 还是有炎症了呢 文展也经常看见这病人 我尿色深了 我尿色不正常了 来看病了 上火了 是我们俗语 有炎症了呢 西医说感染了 化验尿肠规矩 如果尿肠规没事 说明你 水喝的少了 吃带颜色的一些个水果等等 比如说 吃胡萝卜多了 吃橘子多了 芒果 芒果了 都会颜色深 叫沐浴阳光的朋友说了 我儿子最近尿尿呢 刚开始一点点是牛奶样乳白色的尿 上网查说是丝虫病 这是感染寄生虫了吗 这网友你太厉害了 能查出丝虫病来 丝虫病基本上建于南方 如果在辽宁 登尿 四重病 极其极其罕见 再观察一下 如果偶尔出现 不是什么问题 如果一直这样 那个不仅是四重病 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 检查项目要做 因为这种情况 往往是吝巴管出现问题 哎 淋巴管出现问题 这个病 比较罕见 也比较难查 需要到医院 好好检查 我现在要插播一条 我们互动群朋友发来的问题 这位呢 提的问题也是和尿液的颜色有关 他说 我前几天就腰疼 今天尿出了红色的尿 是不是渗出问题了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腰疼 红色尿 有几个事 第一个就是肾结石 我们说过哈 结石 活动了 划破了 输尿管啊 膀胱 肾脏的哪个地方 出红色的尿 血尿 第二个呢 急性肾炎 也伴有腰疼 出血尿 还有一个少见的情况 但是也不算特别少见 有的时候肾脏肿瘤 也腰疼血尿啊 所以说得注意 倒是肾炎 出血尿 伴腰疼的不太多 肿瘤和结石度 需要到医院检查 先前给他熬肉汤吧 因为肉汤里边 还有很多的盐 很多的脂肪 很多的飘零 那么如果天天都来一大碗的话 你就会让他得上高血压 高脂血症和痛风 那引起的高血压 就是我们的心脏的 关心病啊 肾脏病啊 脑珠中啊 这些 而高脂血症就是 我们一样的关心病啊 这些 痛风 那关节痛的同时 肾功能也会出问题 以后就是尿毒症 经常喝肉汤 真的会让高血压 高血脂通风 都找上门来吗 好 最后的终点 都可能让肾来受伤吗 这些到底是靠不靠谱 我们在下一节广告过后 跟大家一起来揭晓其中的答案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生青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生青 好 广告之后感谢回来 这里是健康益生青 越看越年轻 今天是健康益生青的特别节目 你的朋友是名医单元 今天的名医朋友 是大家的老朋友了 来自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圣经医院 李德天老师 欢迎李老师 欢迎 天天给他熬肉汤吧 因为肉汤里边还有很多的盐 很多的脂肪 很多的飘零 那么如果天天都来一大碗的话 你就会让他得上高血压 高脂血症和痛风 痛风 那关节痛的同时 肾功能也会出问题 以后就是尿毒症 经常喝肉汤 真的会让高血压高血脂 痛风都找上门来吗 火锅也好 煮肉也好 我们传统的观念认为 营养都在汤里 你要知道脂肪微粒 尿酸 就是飘零这些东西 也都在汤里 你总喝浓浓的汤 你喝的飘零 脂肪微粒 一定比其他饮食要多 是的 这些多了 沉积到血管 沉积到肾脏 对心血管 对肾脏 都是危害 所以我不主张 经常喝汤 经常喝不主张 那多偶尔才行呢 我觉得你三天两早 这一周喝个两三次 应该问题不大 这已经很好了 我倒跟你说 另一个事实 台湾人 是我们中国 生命最高发的地方 为什么呢 然后就是广东 广东吃的 很饮食清单 那么查原因 就是他们的老虎酿汤 老虎酿汤 老虎酿汤 那里面 不但有各种各样的鸡呀 鸭呀肉啊 对对对 还有好多中草药 这中草药有些 含成分就伤身 就是你有病 你用药行 你没病 你滥用就不行 这是负担 南方 台湾广州一线 肾病多发 就和他们喝的老火亮腔 有关系 这个不是道庭图书 是公认的有数据观念 接下来是今天的随问随答环节 这位叫做唐仔的朋友说了 我长了两颗肾结石 通过天天喝可乐掉下来了 幸好绝食不大 但是痛了好几天 网友叫烟的朋友说了 我平时喜欢打麻将 经常是坐一天不动 渴了那就买可乐喝 一天三到六瓶不等 结果查出得了肾结石 我老婆说 我这是肾结石啊 是和喝可乐有关 李老师你说 这个可乐和肾结石之间 有啥必然联系吗 两个网友都有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可乐里头 也含有咖啡因啊 麦角等等这些成分 它使这个血管血流兴奋 舒张 如果有个小结石 一次喝点量大点 就掉下来了 我有一个朋友 那个时候 他有一个很大的结石 第二天要做手术 他就觉得他特别圆 严与利己 啥都不干 还得伸结石 还得做手术 他就买了三瓶啤酒 哇一喝 然后就腰痛 他就开始折腾 结石出来了 那么第二个网友 你想 他坐那久坐不动 就容易得伸结石 因为我们说过呀 活动的时候 石头容易动 下来 他不动 第二个呢 他渴 他也不喝 一次喝呢 就好多渴了 喝进去 很浓缩 也是结石形成的因素 这就是充分说明 一个事物 都有一个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 要寻求这种平衡 我们看这个网友宝贝说 我有蛋白尿 但每次去复查 我都蒙圈 有时候显示阴性 有时候变成一个加号 我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啊 这种情况下是比较罕见的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加号时候多 阴性的时候少 不过呢 我们医生有办法 我们让你流24小时尿 就从早晨7点 开始流到第二天早晨7点 这样呢 我连做三到五天 我就知道你尿里的蛋白多少了 这个可以检查的 好了 各位朋友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提醒大家 关注健康医生情的公众号和抖音号 里面有更多的健康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